朋友聊四季 天天龍克星 大家好 我是雷歐 今天來看瑪麗人對上亞美尼亞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介紹一下紅方選擇的文明是瑪麗人 瑪麗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的步兵單位 每生一個時代史 遠防都會增加一點 到了後期的瑪麗的劍兵勇士 成為遠防最高的劍兵勇士 瑪麗人除此之外 還有這個金冠的飄漢精神 可以讓自己的肉馬跟駱駝 傷害變成14攻的傷害值 非常的高 瑪麗人除此之外 還有這個飛刀子的獵手 可以克制敵方步兵單位 總體而言 瑪麗人算是一個不弱的文明 畢竟他的蛙精跟攜帶黃金 還有這個蛙精的持久度 都是遊戲裡面獨一無二 好厲害強的 當然土耳其的蛙精速度 還是比瑪麗還要快 好 接下來介紹一下亞美尼亞人 亞美尼亞人最大的特色 是他的羅車造價比較便宜 而且他的羅車研發的科技 可以提升40%的效率 今天12月12號已經正式改版了 所以目前亞美尼亞人 他的效率再提升了一點 經濟終於有上升一個檔次了 但他依舊後期的工程器 還是非常缺乏的 沒有大沖車 也沒有重型投石車 更是沒有火炮 所以他打起來還是偏向於 需要依靠巨型投石機進行攻城 那後期的亞美尼亞人 這個白血的劍兵勇士 是作為主力的 那復合弓箭手呢 是可以針對對方 老鷹啊 遊俠 或戰毛兵進行反制的 但戰毛兵的話算是互相克制 所以亞美尼亞人的打法 還是比較偏向於步兵為主 攻兵為斧的策略 會比較適合一點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兩邊的一個經濟配置 那亞美尼亞人的經濟配置呢 跟一般的文明 會有點稍微不同 有一些特殊打法 讓他配置跟前期的戰術 會不太一樣 那我們先看到 HERA是這邊三個人 去挖木頭 那挖木頭三木 然後剩下人就去補肉嗎 喔 這邊他一直補木頭了 這就是亞美尼亞人的配置 會跟一般的文明不太一樣的地方 我們先來看一下 HERA的亞美尼亞人是怎麼開局的 這邊看到是他是趕路模式的 而不是派羅車去吃的 畢竟我們頻道我在說 這個趕路呢 還是比較好的 畢竟這個村民放羅車去吃路肉 還是要一來一往的 也是浪費這個村民的一種時間 把這個路趕過來 還是比較好的 那亞美尼亞這邊是 來到了四個人 伐木了 那這個算是比較偏早期 就開始補木頭 很有可能是要打一個棒棒快狗 好 這裡換棒棒嗎 軍營好了 喔 按槍兵 那亞美尼亞人呢 他可以提前一個時代 去升級步兵單位的 那黑暗時代的話 是不能升級步兵變成裝甲步兵的 那到了封建時代呢 可以變成長劍兵 所以亞美尼亞人 這是他的優勢 黑暗時代就有槍兵可以用 那槍兵這個單位 在黑暗時代 一開始就有三攻 比冥兵的話 少了一攻傷害 而且不需要黃金 就可以生產 好 那這邊看到過來 瑪莉這邊是按的是棒棒開 黑暗這邊是有準備好 看到棒棒的 這個偵察有偵察到 道特這邊是棒棒開 是兩棒棒 三棒棒 四棒棒 棒棒一直按一直爽啊 那馬列人這邊升棒棒 優勢點就是遠防 比較高而已 好 這邊1加1遠防 用村民反制了槍兵回去 好 這裡要升裝甲喔 裝甲一升上去會很強 好 這裡用承認中心 補了一些傷害 裝甲步兵 升級之後 應該是沒什麼對手 但是洛馬被槍兵戳到了一下 好 用洛馬先去開路 看能不能打到 黑暗這邊是一個超級大圍喔 然後這邊似乎沒有看到這個墓區 所以圍了一個奇怪的位置 左邊稍微圍石 裝甲步兵這邊打的傷害非常高 好 那目前 那目前 Hera 牙明電亞人 打算使用自己的槍兵去反制 那槍兵傷害喔 是3攻喔 裝甲步兵是6攻 那這邊打下去可能會投破血流喔 偷協傷害 裝甲步兵想要反擊 第一時間把洛馬給解決掉 讓殘血的裝甲兵往後拉 前方裝甲步兵被圍毆 所以造成大量的傷亡 哇 四隻裝甲被大量槍兵直接A完了 A就完事了 好 那瑪麗這邊的經濟呢 準備要來升到城堡石彈 那這個經濟配置喔 蠻特別的 然後小微趕快撒農田 然後買賣一波把石頭也賣掉 然後趕快點這個城堡石彈 但這邊是不是有少一個建築物啊 他升不上去耶 少一個兵工廠對不對 尷尬啦 趕快補一下兵工廠 想說他怎麽不升上去 OK 結果賣石頭才發現升級失誤喔 好 雅美尼亞人這邊才點下城堡石在升級喔 打的是一個 長槍兵 長槍兵 黑掉城策略 這也只有雅美尼亞人可以這樣做 這個打法也算是蠻新的 黑蘭應該是在測試喔 雅美尼亞人改版之後的打法 是否可以有點改變啊 反正是在天梯嘛 練習一些新招數 待會兒能練起來的話 可以在賽事中拿出來用也說不定 直接選手玩在天梯的打法 就會比較特別一點 好 那道德這邊現在是有 時代上的升級優勢 還有大概快要30秒就可以升級上去了 那升城堡時代的馬力人喔 比較常看到的打法是打馬 那他這邊打的是裝甲步兵 要來升長劍兵嗎 哇 這就有趣了 長劍兵路線 打雅美尼亞人 雅美尼亞人的話要打這個裝甲步兵 通常也是可以使用這個老頭啊 或是戰鬥技師進行反擊回去的 也可以打這個複合弓箭手 打這個馬力的 這個步兵系喔 呃 這邊打破 是很有感的 畢竟這個長劍兵遠防特別高 補了一個強化教堂想要來擋住 左邊這個洞趕快找個機會補起來比較好 後面也開始在鬧農田了喔 這邊稍微小鬧一下 把村民收出去 這個教堂好像不是很好的位置 看他把他再補一個喔 把這個洞給補起來 後方的長劍兵要拆這個魔防 有機會拆得掉嗎 看一下這邊騎士 上高地 先收掉殘血的 騎士高打第一打 長劍兵傷害很高 但長劍兵稍微走位一下也來到了高地 進行反擊 但是騎士數量比較多 稍微拉打一下 讓殘血騎士拉走 待會可以讓這個老頭進行補血 那亞美尼亞的騎兵路線喔 其實跟波蘭是一模一樣的 只是他的騎兵沒有像波蘭的重裝騎士這麼便宜喔 只要30黃金 75塊黃金 但是有這個品種 二級馬卡跟三級購喔 所以亞美尼亞的騎兵線喔 還是可以用的 好但是遇到老頭會有點危險喔 兩隻騎士被招走 有機會 騎士要趕快繼續往後 好招搶到一隻長劍兵 把老頭放到了修道院裡面 修道院這邊強化教堂 可以自動射箭喔 那他第一個強化教堂呢 會自帶聖物喔 所以現在這邊聖物可以慢慢亮彩黃金 騎士過來補點傷害 想要把老頭往後拉 引到這個強化教堂射程內 進行圖殺 但是沒有辦法 戰鬥技師過來補下傷害 差一棒 哇這一棒沒有打下去 OK 那戰鬥技師的傷害喔 跟騎士喔 是差不多的喔 攻擊力有11點傷害 常見兵的話傷害只有9點 整整多了2點傷害 血量還多了10滴血 阿力補下了神聖思想 增加一下老頭的血量 老頭被招 往後拉一下 補一下血 繼續屯騎士嗎 還是要存肉馬 馬力這樣打的話 其實是很難去補下城鎮中心的 畢竟這個常見兵數量太多了 要開雙TC呢 也不太容易 好 補下 步兵鎧甲 這樣步兵鎧甲就變成1加3 遠防4點 擋這個強化教堂跟城鎮中心喔 都是怎麼打 都是一滴血 好 那道特這邊是10個人挖石頭 來爆挖石頭 準備要來前壓寶 前壓寶這個戰術喔 要先確保自己有足夠的戰力喔 再去做前壓寶會比較OK一點 那你前壓很容易就會失敗喔 然後就直接一套被對方帶走 那道特現在是擁有這個權力喔 可以去前壓寶的一個兵力喔 這個兵力超多 好 點下了贖罪思想 贖罪思想 點下了就可以招搶敵方的老頭 那亞美亞這邊老頭 稍微要小心一下囉 瑪莉常見兵開久 相當少見的一個策略 好 裡面繼續屯肉麻 點下了輕奇病的升級 好 這邊也是挖了石頭 好 這邊也是挖了石頭 好 就變了戰鬥祭司 撿了聖物回來 好 這邊招響老頭 三隻老頭有機會被招走嗎 好 招到了一隻常見兵 自滴兩隻常見兵 消掉 這樣就不會被招響回去了 OK 那老頭的數量還是三隻都在的 好 但是現在石頭被控有點尷尬 他的第二撮石頭在哪呢 在野外嗎 哇 在野外阿 所以這個石頭不能挖 有點被控到了 好 開下更多的城鎮東西 那通常要打步兵的話 轉攻兵是最適合的 但是現在沒有城堡 所以亞米尼亞人 是沒有辦法轉出 這個複合弓箭手 進行反制 好 道特直接壓根堡 壓在臉上 哇 這些根堡可以控金 可以控死 然後老頭想要招響 又會被反制 那亞米尼亞人 也可以點下俗對思想 但Hera並沒有這樣做 用老頭 去前線 用清奇兵解掉了一隻老頭 補下了品種跟輪走技術 馬力則是轉出了二級的步兵台甲 好 這根堡壓下去 應該可以控到資源點 哇 這根堡起來之後很難打 有可能 有可能 Hera他會用買一根城堡方式 開城堡 那這邊雖然資源快到可以點下帝王十代 那帝王十代 升上去也沒有城堡 要反擊回去 敵方城堡也是偏困難 而且亞米尼亞人也沒有火炮 也沒有大衝車 開除敵方的建築物 是相當困難 好 這邊想要直接守之城鎮中心 老頭稍微著想一下 後面的弱馬直接轉到長劍兵的身上 後面轉出來的是飛刀女獵手 飛刀女獵手 出來之後打對方步兵也很方便 但是亞米尼亞人沒有出步兵 走一個騎兵弱馬路線 哇 瑪莉長劍兵 這個打法有點狠 好 現在大軍押近 現在直接扛著強化教堂箭矢傷害 然後直接手撕 敵陣 這邊有一大堆田喔 被控下來 好 帝王十代準備按上去 還是附身了 還是奧生 後面箭矢繼續輸出 哇 騎士跟肉馬全部被塗乾淨了 OK 又補了一些村民 女兒生帝王十代 好 這邊再繼續守之城 這個強化教堂 但強化教堂也是打了一些單位喔 後面直接在強化教堂旁邊 旁見兵攻擊 強化教堂 拆的速度很快 直接把裡面的生物給打噴出來 臭命趕快逃難 哇 這一招是真的很 常見兵配 背刀努獵手 老頭 然後寶盔 好 強米尼亞人補下了一擊射 然後提升一下強化教堂的傷害 但即使這邊提升了傷害 打也是一滴血 5加1是6點 但敵人的防禦率是遠防5 常見兵的血量 宛如抓癢一樣 幫幫幫不怕你 來射這個馬力的步兵 好 但飛刀女獵手就不一樣囉 飛刀女獵手 雖然他是步兵鎧甲 但是他是不能吃到步兵的 防禦加成的 這個深時代的加成 所以被強化教堂射的 就會有點痛囉 好 這邊用老頭招牆 招到頭破血流 好 右邊 這個黃金有碰起來 上方有石頭 哇 這個野石可能是救命野石喔 希望Hera這邊可以看到 才可以轉出複合弓箭手 好 我覺得道德這個思路也蠻特別的 好 明知對方有這個複合弓箭手 但是卻打出了這個高遠防的馬力 長劍兵戰術 完全不怕Hera這邊是直接打一個寶兵策略 他這個打法也有先偵查到 對方的石頭去在哪裡 好 這邊偷挖石頭結果被抓包 但是還是挖出了一棟城堡出來喔 這裡是用買賣的嗎 我覺得是買賣上去的 稍微早想一下 這根堡要是蓋不起來就要投了 Hera有機會把這根堡蓋起來嗎 74 75 村民數量只剩下5隻 哇 到城堡 上藝人來蓋 趕快蓋 趕快蓋 蓋石牆 哇 被貼到 趕快敲 哇 還是被貼到 更多的村民過來 石牆趕快敲下去 飛動獵手卡在這個位置 但村民又過來又敲下去了 尷尬了這個城門沒有辦法 阻止對方來蓋城堡 好 雖然這裡很多村民死在這個地方 但Hera的村民數還是優勢領先的 79村對上DOT66村 尷尬了 最後還是把這個城堡蓋起來了 剛剛飛動獵手一直卡在城門的位置啊 哇 這個 這個 尷尬了 情況 有變 強化教堂 還有一個在裡面 裡面還有一個聖物 那這邊殘血的強化教堂 還是打的有點痛喔 幹嘛幹嘛 打殘血的強化教堂 好 那這邊先升到帝王時代的Hera 應該會轉一些 複合弓箭手先出來 然後待會再轉巨型頭 時機會比較好一點 不然待會巨頭也沒有辦法在城堡的射程範圍內 進行攻擊喔 可能還是要走出來一點 才可以架起來 開始拆除 不然就是家裡要按更多的這個老頭 進行反制了 好 開始按一些複合弓箭手 好 到頭這邊 又蓋了一根堡 這裡有三隻步兵 在發呆 很有時間去阻止對方蓋起來 直接撤離 也不管 這個金挖完就沒事了 這邊搬家就被抓包 人家這邊蓋哨戰 被看得一行二楚 躲了一個強化教堂在這邊 隨時可以躲進去 這邊老頭過來 想要撿射物 但是被長劍兵抓到 好 復合弓箭手 並沒有想要去出巨型托斯機 突然是往道德家裡走 哇 五四鎧甲威力 好強 六隻 集火兩次可以秒殺一隻長劍兵 好 還沒有點下他急射 現在手點短 基本只有四射程的弓箭手 整個射程是不是跟飛刀女獵手差不多 我們看一下 喔 飛刀女獵手還比較長欸 問號 飛刀女獵手手短到一個不行啊 好 直接躲在強化教堂下方 開始偷拆村民 不到幾隻 但下方是強化教堂 射不到的地方 飛刀女獵手手撕建築物很快 因為他吃的是步兵鎧甲 跟步兵的傷害值 連縱火技術也可以獲得 所以飛刀女獵手呢 他本身是拆建築物很快的一個單位 用飛刀拆建築物 也只有四帝帝國的單位能做得到了 用刀砍建築物 砍到著火 而且是用飛刀 還不是拿在手上砍 太神奇了 MAGIC 好 這邊點一下了 裸孔技術 這樣就可以射到 建築物下死角的部分 這邊城堡繼續插 三根堡直接把 HERA插成香乳 後方補了一個城堡 採出巨型投石機 那瑪麗這邊是沒有急著上帝王時代 這邊的複合弓箭手 讓道特現在有點尷尬 鴻田現在被控 很難去點下帝王時代升級 點下了這個部落 部落領袖 那這個效果呢 可以讓城堡中心的箭矢數量變多 然後還可以讓他的自動射箭效果 記得好像有改版 應該會變成自動射箭 然後箭矢數量變多 沒記錯的話應該是這樣 還是其實這個能力又被拿掉 CD果常常在改一些特殊能力 這邊再補一下 喔 後方有老頭 但是招牆距離比較長 看到手已經被招牆掉了 哇 尷尬 兩隻複合弓箭手 直接射掉 這隻老頭應該死不了 右邊這根城堡快要拿下來了 但是他的石頭也快被挖乾淨 到特... 這邊城堡可以繼續插 這邊走出來的東西是輕型衝車 好 這邊羅車有點危險 這邊先攻擊的是村民 這個也是這次12月改版 新增的一個小小細節 雅美尼亞的羅車 所以我們會被判定為建築物 不會先攻擊羅車了 所以之前呢 就是你把騎兵派到羅車附近 他不會先攻擊在羅車附近的村民 而是先攻擊羅車 那他現在看到羅車跟村民的話 他會先優先攻擊村民 這也是一個很好的改動 這邊三個生物被打噴出來 補了兩個強化教堂 趕快按個戰鬥祭司撿生物 這邊村民被射出來了 不然往下拉走 或往右邊就去伐木 符合弓箭手 數量右邊堆積起來 準備要來拆除家裡的城堡 這邊用老頭稍微反制回去 可以第一時間收掉後面的老頭嗎 老頭躲了一下飛刀的傷害 前方的村民正在拆除衝車 衝車這邊吸收到了非常多的強化教堂的傷害 後方的強化教堂還在打 後方的飛刀女獵手 這邊截掉衝車 飛刀女獵手只能撤退 上方的部分 這邊開始產出 戰鬥祭司在前面扛 但飛刀女獵手打 巨型頭司機的傷害非常高 因為他是近戰傷害的判斷 所以巨頭馬上就被拆掉了 這邊衝車繼續往前嘗試 壓制對手 這邊這個強化教堂可能修不回來了 飛刀女獵手傷害太高 尷尬了 又少了一個強化教堂 出來招想一下 正前方的巨型頭司機 趕快再架起來 再一發就可以解掉這個城鎮中心了 右方有飛刀女獵手 但是 這根巨頭要趕快跑囉 衝車沒那麼好解 這邊直接手點後方的飛刀女獵手 一發一隻還蠻痛的 高打第一 直接拉村民來解衝車 衝車往後拉 這邊稍微反擊成功 趕快繼續拆 開掉了這棟建築 敵方的老頭過來招翔 招翔到一隻有機會嗎 也沒有辦法 哇亞美尼亞人 這波大反殺好像有機會 瑪莉這邊的強攻 似乎有點讓她能升到帝王時代 衝車按太多台了 導致帝王時代升不上去 如果這些金跟木頭 拿去轉換成肉的話 現在是有機會上了 但這邊是要直接強攻一波 城堡打帝王 還是有點難受 復活攻堅守的射程來到7點 現在是比飛刀女獵手還要遠 家裡農田全部被毀 只能到處逃竄 去右邊開了新的城鎮中心 但這邊衝車數量很多 有強化戰鬥技師去攻擊衝車 衝車的目標是巨型頭司機 復活攻堅守還在射擊後方的飛刀女獵手 飛刀女獵手被秀了一波 Hera這邊的操作還是非常驚艷 前後方都有在顧慮到 左邊的城堡也被偷偷拆掉了 從哪裡偷拆的呢 從這裡直接採一個巨頭 飛刀女獵手開始有點在下水餃 Hera這邊的村民樹開始慢慢拉了起來 來到120村 對上瑪莉的84村 村民差距約40村左右 好轉出了肉馬 肉馬打衝車的速度很快 衝車過來想要解 直接拉村民先爆打一波再說 後面的老頭招牆 飛刀女獵手 飛刀女獵手 第四年強攻擊後方的老頭 老頭直接收到了強化教堂裡面 招到了幾隻海騎 所以國獵手過來解 單距有點近 直接吃到飛刀傷害 但是飛刀女獵手損失更嚴重 好 右方的 承認中心跟正面都被拆光了 現在瑪莉人有點節節敗退了 Hera的防守反擊 練得真的是 越來越厲害了 就是夾住 然後瘋狂的開農 然後出兵反擊 哇這個肉類來到了兩千多 好 開始紅華馬包 有點卡人口 趕快補房子 直接出了 七個馬就 肉馬狂亂 老頭 我 哇 完蛋了 好像真的要被逆轉了 好 這裡補兵跟城堡 到這邊 還要頂著巨型投石機的傷害 蓋城堡 肯定是蓋不起來的 肉馬繼續追 11隻肉馬到後方 但後方有跟城堡 暫時應該是 不會有事 安智爺的經濟 已經來到了緊繃 只剩下七七村 瑪莉的常見兵戰術 好像要倒了 沒想到亞美尼亞人 黑暗是在槍兵接 到瑪莉的飛刀女獵手 這個策略好像不太行耶 真的遇到亞美尼亞的復活攻殼手 瑪莉的常見兵戰術 就完全被擋了下來 遇到飛刀打不贏 直接打出了 GG 唉 這個 道德有點可惜 看來前面覺得他十拿九穩 沒想到HERA這邊 一個緊急挖石頭 在這邊偷挖 然後再買賣上去蓋這根寶 這根寶真的沒蓋起來 這只有GG的份了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是由亞美尼亞人 拿到兩萬資源的勝利 防守反擊還是簡單一點 那軍事方面呢 兩邊都是一點多的KD 拿力這邊是0.93 我們四為一 那看起來 道德這招常見兵戰術 打一般玩家 跟其他職業選手 可能勝率是五成 但是遇到HERA的話 可能就會沒有到五成 也說不定 這個常見兵戰術 轉寶 轉壓寶 飛到女獵手 這個打法 確實蠻厲害的 當遇到這個弓箭手 是可以無視敵方裝甲的時候 成效似乎沒有那麼好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 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了 各位掰掰 記得按讚 一下吧 薩辱